蓝宇相公所你要收取生态捐 主要理由是因为前往蓝宇游玩的旅客 每年几乎打12万人次 而平日制造的垃圾量高达一公顿多 一年约打400顿左右 蓝宇岛上族人认为 对岛上的山林及海洋草间带生态环境 影响越来越大 如果收取生态捐好好运用会达到双赢 如果有经费下来的话 可以实质地去运用在部落的整个生态 还有整个环境 可以在部落跟公所 公部门这边可以做 做得很两个两者之间 如果都合作的话 应该可以是对岛屿是一个双赢 由海上明珠之称美誉的蓝宇 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留下大量垃圾困扰族人 对蓝宇相有意对游客收取200元生态捐 环保署领应援日前 就受平面媒体操访表示 如果胜太均新台币200元被认为太多 将想办法协助一半费用 而台东县政府也表示支持 但希望相关程序要做好 站在新政府的立场 也希望蓝宇的环境只有越来越好 不会越来越差 我们希望也有共识来维护蓝宇 但是在整个程序上 我们还是希望蓝宇相公所 要把相关的程序做好 不过对于胜太均的运用 蓝宇相公所表示 目前人希望有中央协助 如果当靠相公所来执行有困难 因为你要设计到一些交通部 它从旅馆里有航运 空运要怎么去收取 是不是到蓝宇要收 你还是怎么收 这个还是很细腹的一些 做法 因为我们公司去执行 可能是很难 如果是有中央用中央的方式 来写作文来去规划 就比较完整 就比较快 我是很同意 因为现在蓝宇的垃圾也越来越多 当然希望有这个生态券可以 让蓝宇的环境可以干净一点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个价钱可能要好好去评估一下 我觉得是有点多了一点 蓝宇族人表示 帛琉等地 对游客收娱乐税 垃圾清洁费 一人至少上千元 相较之下 蓝宇收的费用不多 也能让外来游客了解 及学习爱抚蓝宇这块土地 不过也有游客认为 蓝宇有意着收生态捐 相对的服务品质也应该提高 如果达到双赢 可能还要更多审慎的讨论 记得下班一大圣台东蓝宇采盘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